2000年之后 首先是这个泡腾片 泡完之后喝起来就是感觉挺好的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什么泡腾片 然后现在基本上每天怎么样 口渴了就会泡一杯 因为我平时会喜欢喝饮料 就喜欢有味的喝的东西 里面也会有一些气泡 它里面也有功夫的一些维生素之类的 后来专门查了一下它的一个成分 因为抱着非常严谨的态度推荐给大家 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维生素B 然后VC 还有钙眉心 那这个眉是可以调节肌肉神经兴奋性的 维护肠道功能 所以说如果大家肠胃不好 或者怎么样可以尝试一下泡腾片 正好北京这两天也在变天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可以说是比较提升心脑 然后缓解疲劳 确实会进来 这真的不骗大家 然后清测 清测 我都是特意买回来 然后清测 要试一试才敢推荐给大家 然后至于这个one day 它说一天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women's 就符合给女士的 所以我还说那这维生素片 还分女士吗 后来他就跟我说 除了维生素以外还含有一些蛋白质 日常人你需要的各种元素 最关键是还有据说可以减缓脂肪的堆叠 瘦过的我就没敢尝试这个东西 他平时会吃一片这个 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少一点这样 我也可以控制一下体型 但是身体的一些营养元素又不会缺食 如果大家去德国要买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是最近不是双十一吧 想要去选购的话 我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发上去 但人家也没够钱 就是推荐给大家 因为确实是我们德国小姐的推荐 我自己试用就是从它那抠过来 海盐牙膏 就出来是这样的一种颜色 非常牙膏 我自己去用过的这个 它刷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多泡沫 它里面有一股淡淡的咸味 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小颗粒的感觉 因为欧洲人就喜欢喝咖啡嘛 所以它就有很多咖啡构在牙齿里面会 而且你们那天有没有发现 就是那个小姐其实牙特别白 所以使用这种海盐的牙膏 可以非常有效地清洁牙内的牙垢 因为呢欧洲的天然的这些海盐啊 常年处于这种温差较大的海域 富含矿物质可以溶解牙垢 因为它还有这种弱碱的配方 所以它就可以去综合你口腔里面的酸性物质 同时也能够预防牙龈出血 所以说我觉得就用起来很奇特的感觉 就和我们日常用的那种牙膏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也要还回去使人家 回头我自己买也买一只 因为我其实还蛮容易牙龈出血 在刷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牙齿上 抹擦抹擦化掉刷起来完全没有泡沫出来 然后你漱口漱出来的时候就感觉 就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的那种水 确实感觉挺不一样的 因为也刷十一了嘛 正好我们这个B站上也有这个 种草饰品的活动 所以正好这一集就参加这个种草饰品 所以他们家就很多这种个人卫生啊这方面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个未来大的这个东西怎么样 截图截的淘宝图发过去 他说他妹妹已经买了 就是在大西在德国 这个未来大的牌子的母艺用品 在德国是很多医院的医生啊 都会推荐去选购的 他们也是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次的众潮节目 其实我们好像第一次做这种 非常众潮项的节目 如果真的叫人去买的话 记得那个后台给我发一个截图什么的 让老李欣慰一下自己还是有众潮能力的 没准以后可以是我们的 插饭的这个可能性 黄头发的那个洗发液 我是没有拿来用 因为老李发剂 老李的头发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命他头发确实掉了很多 然后他就一直在有用这个东西 来加固自己的头发 这是我知道的 然后我确实也搜了一下这个牌子 确实网上反馈 还行还挺好的 所以如果有这个头发的困扰的朋友们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牌子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我自己就买了两盒 然后我自己会留一盒 我自己和另外一盒准备拿出来的做抽奖 这一盒呢是橘子口味的 B站的话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做转发抽奖 所以就有劳B站的各位大佬们 也能够去到我们的有约旅行的微博 去找到这条微博 然后进行一个转发抽奖 抽一名跑腾片 大家多多参与吧 这个也一百多呢一盒 还说完了 录完的话真的一大杯都喝完了 OK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种草类的视频的话 也记得要多多点赞 投币支持和留言 因为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那我是你们的华文斯基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